每一段感情结束后 都会有代表旧爱的遗物 而大家分手后 会将这些东西留下吗 全都留着 为什么不丢 为什么要丢 可以用一个留着啊 蛮多的 但是我看你一个就丢一个 我有留一个不加瘦的蜡蜡 那为什么你不丢掉它 因为就是没有 就是因为是和平分手 所以那算是快乐的回忆 我们有一起共同拥有一把吉他 就会去谈到他这样子 那你谈到他的时候会想起你前男人 有些画面就会像 照片 为什么你不丢掉 因为他只有留照片啊 就要留留作纪念 而今天爱情的败将们 除了要分享坦克的爱情故事 也带来了爱情礼物 要在今天将过去的一切都抛弃 今天要说的是呢 其实在这个人世间有一些女生 她们其实长得漂亮漂亮的 心地也非常的善良 可是呢 在爱情这条道路上面 她们却惨犯 被别人很冷地抛弃 或是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呢 请来一些这个算是 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比赛 叫做 谁能比我惨之爱情败将的告白 好丢脸喔 她们好丢脸 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是一个比赛 然后她们带来一些 她们在爱情当中 残留下来的爱情遗物 遗物 遗物 这些概念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她们把这些东西 带来节目上面 然后捧着这个东西 好好把这故事说完之后 把这东西呢 今天就把它画掉 但是我们今天 哪不要以为 整集充满悲伤喔 今天有救星在我们现场 对 好不好 欢迎许静老师 谢谢 本日的救星 许静老师 将以命里的专业角度 告诉这群爱情的失败者 如何找到对的人喔 迎接着 今天的起诉大会即将开始 首先上场的张兴渝 会带来什么悲惨的爱情故事呢 是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 那一段恋情是我曾经觉得说 她就像王子 然后我就像公主一样 她非常会照顾我 王子公主用这个这么拌的背 以前其实 没什么钱 但是 没关系 她是那种 个性是那种 譬如说她会偷看我的那个皮夹 然后譬如说没有钱了 她会偷偷放三百块 照我的皮夹的那一种 那可能对 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放的吗 哪有啦 干嘛 今天把这美的故事 好色情喔 那个啊 为什么 杨琪姐 杨琪姐 你必须听她讲完再评论 不然她会讲不下去 好 而且那是我十九岁的故事 十九岁 我现在二十八岁了 对 还不能听过一个晚上放钱 不是 然后继续 不是 因为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她很贴心 虽然说 对可能有钱人来讲 就是三百块不是什么 可是对我来讲 那是一天的餐费 三餐 对因为游泳教练其实在冬季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的淡季 因为我还没进演艺圈以前是游泳教练 所以我会觉得非常的窝心 然后早上起来她每天 因为我很喜欢喝无糖拿铁 她一定会用杯子 然后泡好无无比例的咖啡牛奶的 Latte给我 所以这个杯子是一个爱情遺物 见证当时她装的无糖的Latte 对 对因为分开之后 其实有一些东西就装香 然后我有带回 有点像带回娘家的感觉 所以这有带回来这样 所以这个杯子 用这个杯子泡那样的咖啡多久 在一起三年多 三年不间断的 对 前两年的时候都非常感情超好 就是她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 而且她是一个非常会耍浪漫 跟讲甜蜜的话那种 她的话术非常的高 就是她对每个人讲话 都是八面玲珑这种 然后我就觉得她是完全的好男人 可是就在交往第三年的某一天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 有不能再看她的手机了 某一天 然后我就说 蛤 为什么不能看啊 她就说 用这么阿打的方式 她不懂啊 你可觉得智能有问题啊小姐 哪有啊 她很喜欢好不好 当时 但是那时候她已经变了 一刚开始 如果是平常的她就会 没有啦 开玩笑了 还是可以看 可是那一天之后她就说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要保有彼此的空间 我们应该有彼此的隐私权 为什么要看我手机呢 这样就是不信任我嘛 以后不准看我手机 这样 结果呢 我就说 好好好 然后就隔了几天 她去洗手间就都看她手机 一想不要一想看 对 本来没有很想看的 后来我就看到她手机里面有一个影片 那个影片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是那种身材好 然后腿细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59公斤 不是像现在50公斤 就那个时候就比较肉 所以就看到那个超正妹 然后还有跟一个小朋友 他们三个人这样自拍影片 然后小朋友在那边跑在玩的 好像小家庭一样 然后我就手一直发抖 因为他们在那个影片中 还互相叫对方宝贝 然后还说老公老婆什么的这样子 我就 因为我有确认她身份证 她是未婚的 结果就哭着去跟我这个前男友讲 然后她就说 这只是普通朋友 我们叫老公老婆 这是好玩 小孩是猪来的 好玩一下而已 相信的情局圈 不相信的情局圈 这有什么好玩啊 没有人信啊 这不可能 这些女生怎么突然变清醒了 都知道这不可能相信 没有听别人的故事都很清醒 别人的故事都很清醒 可是因为说 虽然我也知道那是假的 但是我不想面对 所以我就跟她说 就是你若告诉我实情 到底发生什么事的话 这段感情还谈得下去 可以继续走下去 结果她怎么说 她就说 好了好了 其实那个女生 她是一个 她18岁的时候结过婚 然后她现在在当冰郎西施 那是她以前离婚的小孩 所以她交到一个这样子的女朋友 但是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跟她分手 她就这样跟我讲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觉得说 她每天这样照顾我 然后对我这么好 还有什么时间 再去交另外一个人 对啊 对 然后我就相信她 我就想说 那你确定你会分手 那我给你时间 就果然没多久 就是她又分手了 她真的分手了 然后就觉得很高兴 我觉得 我有点打败小三的那种感觉 自己以为 可是后来又过没多久 我又发现 又发现 她的简讯 有跟别人一起去看电影约会 然后叫别人宝贝的 但号码不一样 以前是那种黑白手机嘛 所以会有那个寄件备份 看得到她穿什么给对方 所以我感觉就是她又劈腿了 然后前前后后她劈腿了三四次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照三餐哭 我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但是我又有一种心 就是我不想要输给小三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女生打电话给我 她就说 你是不是跟那个谁谁谁在一起 就是要骂我 然后我一听就知道我被劈腿了 我就说对 她就说 你为什么要抢我男友 我跟她在一起已经两个多月了 结果我已经跟她三年多 在一起三年多 我就像个笨蛋一样 然后我就跟她坦诚说 其实我跟她在一起三年多了 然后她一听之后 她就吓到 然后我们两个就彻夜长谈 我跟那个女生在电话中 两个人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一直对质很多的事情 譬如说 什么时间 她其实在哪里 然后她说 对她其实 你反而跟她聊起来了 我跟她聊起来了 那这个男的此刻在干嘛 我们聊两三个小时 就是半夜 那是男的 后来变成你们两个彼此互相安慰吗 对 彼此安慰 然后她是因为她偷看我前男友手机 所以有我号码的 所以她才打电话给我 那这件事情 你男朋友怎么面对呢 你们两个都知道了 她没有做出选择 但是我做出选择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受不了 因为她一直在骗人 她对每个人都说 你是我的唯一那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我只是她的千分之一 我就跟她提出分手 结果提出分手的时候 她才跟我坦诚 因为我前前后后 发现她劈腿三四次 对 前前后后 最后她跟我讲说 好啦 其实 我同时劈了六七个女生 为什么最后给你一个大吉这样 想说既然都不要在一起 因为 因为我跟她讲说 这次我确定要分手 我真的没办法忍受 我每天都在哭 所以今天就打算 要把这个杯子给扔掉 我觉得 不丢不行 因为这就是一个 真的 不好的感情 对 真的不丢不行 你从此还喝咖啡拿铁吗 咖啡Ole吗 还喝 但是就自己泡 就自己泡 你喝的咖啡 不会想到她的一些嘴脸之类的 很气啊 但是其实我 我后来有交到专情的男友 然后我就对人生 我才知道说 其实不是每个男生都会劈腿的 我真的 以前啦 就是那时候被劈腿的时候 我真的 因为成龙大哥也讲过 就是 男人都会劈腿 但是我跟她分了之后 我交到两任 都是专情的 所以 然后你都劈他们 就都以后了也没有了 没有 可是我觉得 那后来的分手 人生是有希望的 所以后来两任都专情 可是也分手了 对 就是那是不同的原因 但是这一段 是让我觉得 是很糟糕的一段 OK 好 所以这个遗物 要送到后面的金颅就化掉了 对 好 你 这个颅也 你想象一下嘛 他真的不能生火啊 来 真 你可以虔诚一点吗 但我觉得 用这样丢 有点不能泄气 我想要这样丢 你用摔的把它摔过 这样子我觉得比较 比我比较对一点 这在练情结束多久了 就是那到19 是我现在28 所以蛮久的 是不是造成你之后 譬如说折偶上面也会有一些 因为他现在男生 我现在问他说 要不要把你介绍男朋友 他就说我只要专情的就好 其他都不管 对 我觉得专情好重要 不想要再被花心的人这样 所以徐老师 这样长相的女生 要配什么样的男生 比较容易遇到专情的 这不一定会劈腿 你应该还是木型的 沿着他木型会背叛 什么人客目 金客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金型男生有什么特色 我们来看一下 你那个男友是皮肤比较白 瘦白 对 OK 脸会稍微宽一点 对 然后 一点点 然后肩宽 有一点耶 真的 真的齁 很准 然后肩膀也是宽的 肩膀也是宽的 肩膀也是宽的 肩膀 对 因为金跟木型的分别就是 木型的人肩膀比较窄 对 哦 金型的人肩膀比较宽 对 所以你不要再找皮肤白的 嗯 金型的男生 不要金型的男生 老师他最适合的是什么 水型 水型 他木型最适合水型 肉感 哎呦 不容易瘦 对 从小全身肉 对 好灵活 好灵活 好灵活的肉感 好灵活的肉感 OK 我要大丢了老师 所以你反而找这样子的 比较不容易被劈腿 不会被劈 OK 好 了解 所以 了解 谢谢老师 今天有收获吧 OK 可是我跟你讲 通常这样子的女生 都会被那种 瘦白脸宽尖宽的男人所吸引 也不见得 因为他是这个型和 就会被他吸引 但他就会来折磨你 对啊 所以就是要用脑袋来谈恋爱了 好不好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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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